我玩真的 我就告诉你 我就让你看着 我开着坦克玩飘移 你说国产武器不行 我告诉你 我就开着国产的五九地改装版 我就玩飘移 你没有见过坦克大战是不是 我就坦克撞坦克 我撞两张真的坦克 我给你看我看你怎么吐我 吴京明明没有当过兵 手上也没有任何军权 为什么在拍摄战狼时 却能调动军队 吴京在一个访谈节目中 说出了真相 原来他所有的军事装备 都是从军区里借来的 当然这些装备 也不是说借就借 背后还有着数不尽的心酸 在我们国家 对军事装备的管控 一向非常严重 吴京也是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关系 结果他刚提出自己的请求 领导就冷冰冰地甩给他一句 借给你可以 但要先过了训练这关 于是之后的两年里 吴京就在部队里 开始了魔鬼式训练 起初吴京还对自己充满信心 毕竟他从小习武 身体素质比一般人好得多 结果第一天他就遭到了打击 八点钟的时候晚操 说那同志们来那个火撑 一百个 一百个谁怕手 一百个 同志们换窄的一百个 好 行 一百个 然后来同志们再换拳头一百个 三百个有点成功了 就说班长完了 来同志们换手指再来一百个 班长完了 来同志们最后再来一百个 然后再上去 回到房间 来上铺扛下铺 五十个蹲起 上铺扛上铺 五十个蹲起 四组 但如此恐怖的训练量 只不过是特种兵的基本操作 在后来的游泳训练中 吴京为了找回颜面 放话说自己能在海里游五公里 可以不用学了 结果班长用看二愣子的眼神 看着吴京 然后轻描淡写的对他说 咱们的及格线是十公里 我说游泳 你还教我 我说我在海里面游五公里 海里面我五公里 我说在海里游什么 如果吴京同志您想真正达标的话 我们的海里达标成绩是十公里 哎呦吧 之后的训练中 吴京更是被打击的无地自容 在徒手攀爬这个项目 吴京只花了二十一秒就爬上了四楼 一开始他还为自己的成绩洋洋得冷 结果战友们的成绩一出来 他当场就傻眼了 同样是四楼 别人只需要用十五秒甚至更短 吴京这时才意识到 原来自己还是太年轻了 真正的特种兵可不是发嫁人 从那以后他就放下了心中的骄傲 跟士兵们同吃同住 老老实实地训练了两年 特种无罪的士兵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就住在班里 你们听过法 子弹从耳朵 这方面过是什么声音吗 我听过 你们知道坦克从你身上过去 是什么感觉吗 我感觉 结果不练不知道 一练吓一跳 吴京在训练了两年以后 竟然从一窍不通的心兵弹子 直接成了特种兵里的精英 试问现在有多少演员 能够为了一个角色 埋头训练两年呢 光是这份认禁就值得所有人尊敬 而军方也被吴京的坚持所打动 终于点头同意借出军事装备 当然 军方之所以答应吴京还有别的原因 一方面是战狼能起到非常好的征兵效果 尤其是那句 当兵后悔两年 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让无数人听得热血沸腾 此外 这部影片还描绘了中国军人坚韧不拔的意志 以及祖国的强大 非常有教育意义 这才有了之后真枪实弹的战狼 此话一出 网友们纷纷感慨吴京 实在是太敢说了 在讲究八面玲珑的娱乐圈里 吴京是少有敢正面硬刚的男明星 正因为他的敢怒敢言 于是就有网友批评他出名之后就飘了 说话一句比一句狂 但吴京真的太狂了吗 看看其他明星 在面对质疑跟指责的时候 总会来的高情商回答 之后便被粉丝吹得天花乱坠 但吴京却总是直来直去 还时不时冒出几句金句 正所谓人红是非多 战狼二问鼎中国影史票房冠军后 网上关于吴京的质疑声就不绝于耳 一些看惯了漂亮国雇佣兵电影的人 就质疑吴京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特种兵 凭什么能打赢几十个漂亮国雇佣兵 一点都不尊重不科学 但这些人也不想想 那些漂亮国电影里的雇佣兵 一个个都刀枪不入 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这些难道就科学了吗 除此之外 还有人直接用吴京的戏份来给电影打分 如果含金量过高 那就直接打一星 发展到后来 还有人直接对吴京进行人身攻击 例如看到吴京的脸就想吐 剧情太荒唐 不像正常人能想出来的 对于这么谩骂 吴京本人也没有惯着 直接进行了回队 我就队 你说别的任何的这种罢了 OK 可以大家欢迎来队没关系 但关于这样的这种态度 我就队 你去打的呀 美国人行中国人就不行 中国军人是打不打 那些中国赢了的那些战争 你看哪个中国人是被打倒的 打倒一个再起一个 打倒一个再起一个 去年 吴京又主演了两部电影 《长津湖跟我和我的父辈》 均拿下了十亿以上票房 但与此同时 也有网友认为 吴京总是消费爱国情怀 能火完全是因为吃了爱国题材的红命 例如《长津湖》上映后 直接斩获了43亿的票房 可在一片较好深厚 却出现了这样一封倡议书 主要内容就是要求 《长津湖》片方在扣除了制作成本后 将票房收入全部捐给那些 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和烈士家属 与此同时还给吴京扣了底帽子 称吴京这些年吃了太多爱国红利 是时候回馈社会 把这些钱捐出去了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 有哪部电影没有吃过红利呢 你好李焕英吃的是青青红利 唐人街探案吃的是春节红利 我不是药神吃的是中国人的善良红利 难道他们也要把钱全部捐出来吗 很显然 这套逻辑就是赤裸裸的道德绑架 因此吴京也毫不犹豫地回对头 当然 网上大多数人都还是民事里的 因此吴京在这几年也越来越活 特别是在东京奥运会期间 就有不少网友自制了吴京的表情包 让人忍不住怀疑 难道吴京也参加奥运会了吗 当然这些都是开玩笑 在此也稍微催一下更 请问战狼3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拍呢 100万请王思聪参演战狼2惨遭拒绝 不惜抵押婚房凑出8000万 吴京为战狼2到底付出了多少 2016年 吴京正在筹备拍摄战狼2 但因为第一部成绩比较惨淡 导致吴京一直拉不到投资 最后甚至连婚房都抵押了 才换回来8000万 尽管资金已经如此紧张 吴京还是愿意拿出100万 邀请王思聪来扮演电影里的富二代 结果当吴京表示要给王思聪100万片酬时 对方直接表示看不上这点钱 还给吴京报了个天文数字 索性这事有人提出要不然请张翰试试 吴京仔细一想 张翰以前也演过不少富二代和霸道总裁的角色 于是打电话邀请 结果张翰一听是拍战狼2 立刻表示只要能出演 片酬什么都无所谓 结果等吴京万事俱备 准备开拍时 女主角那边又出了妖娜子 对方竟然要求在原本的片酬基础上再加40万 但吴京现在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 一气之下就让他别来了 可是没有女主角电影就没法拍 而且片酬方面也比较紧张 幸好吴京灵机一动 想到好友卢靖山 让他没想到的是 卢靖山在接到电话后只问了他一个问题 这个戏要拖吗 吴京立刻保证 要拖也是我拖 就这样 卢靖山连片酬都没问 第二天就进了剧组 而像这样不要片酬的人还有于谦老师 当时吴京表示要给于谦80万 谁料于谦当场翻领 反问吴京我是差钱的人吗 如果给钱我就不演了 而最让吴京惊喜的是 电影拍到一半的时候 资金又变得有些紧张 如果想要顺利拍完 就必须舍弃一部分道具和特效 但这无疑会让电影的质量大打着到 正当吴京为此交头乱了时 王思聪突然打来电话 表示愿意投资2000万 但后期也要给自己分回 吴京现在正是着急用钱的时候 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王思聪 结果占了二上印后 短短五天票房就突破了10亿 最终定格在56.8亿 成功登顶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 而王思聪本人虽然没有出演 但靠着后期的投资 也获得了近8亿的票房分红 赚得盆满钵满 相信王健林心里会非常欣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